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奧德美 歡迎來到終生代模組 今天這一集呢 老頭呢 打算要開始來召喚我們這個 終生代模組算是最強的兩隻BOSS吧 我們上一集好像成功讓我們的這個 泰坦烏龜進化成最大隻的 有沒有看那邊 他那邊看過有沒有 超級沒有用的烏龜 動作太慢了 跟那一隻 跟那一隻誰很像啊 我記得我還有一隻啊 那一隻跑去哪裡了 是金剛嗎 我記得還有一隻啊 我突然忘記我們那一集做了些什麼事情 反正呢 總而言之 應該是金剛吧 應該是這一隻吧是不是 不對不對不對 這一隻很正常 我突然忘記我們上一集 除了這隻烏龜之外還有誰 啊 還有那隻嘟嘟霸王龍是不是 就變得泰坦巨龍了 啊他怎麼不見了 啊我們泰坦哥勒 我記得我給他吃那個 我給他吃那個 那這個有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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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了 上一集呢我們用了這兩隻 這兩隻巨獸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今天這一集 老頭打算是直接想要 就直接把我們那個BOSS給弄出來 先給各位看一下是哪兩隻 好 首領這個區域 我們這邊東西都已經用完了 這一隻呢 就是召喚一隻叫Cratos的一個 嘟嘟鳥 然後呢他好像是目前是BUG 不會進化 就是說他沒有進化的選項 所以做這個略過了 然後呢這一隻就是我們現在 剛剛看到那隻烏龜齁 已經進化成成年體的烏龜 這麼大一隻 然後呢這一隻這個 TED呢 應該這個念 陶德是不是 TED 管他了 反正就是TED 這個TED呢就是我們 剛剛旁邊那一隻 這一隻 銀色的金剛 這隻銀色的金剛 機動性跟攻擊力都算不錯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一隻的 然後這一隻 泰坦巨龍進化呢 是在野外上 野外抓到的一隻 嘟嘟 嘟嘟南方巨獸龍 那是嘟嘟南方巨獸龍 進化而成的 然後我是覺得蠻爛的 因為移動速度太慢了 沒有什麼效率可言 然後這三隻 都已經講過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方塊 這個方塊呢 就是這個殭屍的飼料 殭屍飛龍的飼料 做出來只是頂多拿一張飼料餵他 讓他被馴服而已 所以說沒有其他功能 然後我們今天呢 所要做的呢 就是把這兩個 泰克 泰克機器人給召喚出來 這個是泰克迅猛龍 然後這個是泰克三角龍 好他上面說明有寫了 說什麼你準備 就是準備對抗這個boss fighting 有沒有 這邊上面寫fighting fighter 就是戰鬥的意思 他說你可以 你可以有十個玩家 或者是二十個隊伍 的恐龍 進去跟他打這樣子 好不好我先把這兩個做出來 這兩個做出來之後 是用這個打啦 他需要一個boss的這個 材料 這個是boss三角龍的材料 這需要一個boss薰魔龍的材料 等一下呢 我們就直接丟進去做看看 我是不知道他會用什麼方式呈現 阿拉說可以帶二十隻 他說可以帶二十隻 我在想說要不要我們就用這個 就用這一隻金剛 帶個二十隻進去 會不會比較好打一點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裡面的恐龍 血量到底是多少 我是怕進去打不贏 就非常的尷尬 哇大一坨死了 太長軍用的大便超大一坨了 就是怕打不贏 阿我是不知道他待會是怎麼開始打 是我會被傳送到一個地方 還是說什麼之類的 我是想說先把這個 撿起來帶到安全的地方好了 因為我猜想是 開啟之後這邊就開始會有那個 打boss副本的那個傳送門有沒有 然後我們會被傳進去 所以我覺得把這個東西放遠一點 放遠一點可能比較安全阿 我們騎了我們這隻金剛 非常好 我們來試一下喔 我們先來試試看三角龍的部分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三角龍的好了 點個兩下 應該就是開始召喚了 對我們就帶這隻金剛進去 一對一打看看好了 我就覺得血量滿重要的 我們這時候點個這麼多吧 那我記得不是有一個大補血的 藥罐嗎 是這個嗎 這是經驗值 這是大補 生命大補課一下 瞬間補滿 我們現在還有三罐 來打看看打看看 好看 正在傳送中 哇下來了 哇 哇靠 哇靠 OMG 一出來就這樣 這叫 OMGOMG 哦 這他打得贏啊 欸 卡位大法 哇 啊我死了 這太強了吧 他炸一下我整個血量 瞬間掉到0 哇哇哇哇哇 怎麼感覺好像有機會會贏的樣子啊 回到旁邊看就好啦 你看太難去幫忙攻擊耶 哈哈哈哈 他跑去哪裡啦 這樣好好笑喔 繼續他繼續他繼續他 繼續他 繼續打 繼續打繼續打 應該有機會贏喔 我在旁邊看就好啦 你看到旁邊看就好有沒有 他完全被我跟太難巨龍卡住 阿龜也在 阿龜咬得到嗎 哇這太一類硬我意外了 居然這樣子也行 哇他誰也加入了誰也加入了 剛剛誰的怒吼 喔呦 唉呦唉呦兇兇兇兇兇 完了我們家這隻快死了 我要把他拉怪補個血之類的啊 完了他死掉了 完了完了完了他死了 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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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別死 補個血補個血 補血喔有有補滿補滿補滿了補滿了補滿了 打 不要讓他跑 不要讓他跑 打他快點 對就是這樣子 非常好 我叫我們太難巨龍出來幫忙 打啦 喔05 tres 這也太好笑了吧 血量欸 贏了 結束了 施體呢 哇 這也先命啊哥 哇 這個是製作泰克的那個 材料欸 那我打材料這樣子用的喔 喔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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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煙 都是煙 這一個是不是 沒有 足夠的材料嗎 全部丟進去看看好了 欸有欸 我們可以先做這一台會飛的欸 做一個做一個 呵呵呵 這個做了不知道有沒有威力啊 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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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招出來了 一台飛行機器 灰高高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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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傷害 傷害超弱 11件 沒功能 喔這個就是給你拿來當飛行工具用的啦 沒什麼太大的批用 好啦 召喚出來就這個樣子 我們要把這一塊迅猛龍的給召喚出來 來來來來來 我在想我們泰坦巨龍上來的話應該比較安全喔 因為我們這個 站的位置比較高 應該是不會被攻擊到吧 好不好 可是這樣子我就看不到我們的迅猛龍本身長什麼樣子了呢 講實在的 讓我去試試看 攻擊啊 喔 出來 出來 喔 好小一隻 欸 為什麼 攻擊啊 幫忙一下啊 完了 我們金剛不幫忙 有了有了有了 打打打打打 我要下去看一下 完了完了 再不打他就要死了 太小隻打不到 not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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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那一隻迅猛龍的血量是多少啊 但是b admission操 respe 可以不要 不要放這種白癡閉便嗎 但要丫貌在這 有沒有答得贏大 答不答的贏打不答的贏 有沒有答得贏 打不打贏 好像不太行 根本沒什麼在扣啊 這隻太強啦 這隻太強了 是因為泰坦巨龍卡住打不到的關係嗎 死吧 死吧 泰坦巨龍要飛天了喔 泰坦巨龍要飛天 飛 太好了 好了 接下來就好打多了 有沒有 流血傷害 我們這隻金剛造成的流血傷害非常的可觀啦 喔他要把我推飛我的天啊 打啦 拉之道 一杯厲害 什麼不見了 難不成 被擠下去了 欸不是吧 然後打到一半掉下去的啦 被阿龜擠下去 不是吧 我們打得那麼辛苦 擠下去了 欸 我想要飛下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擠下去了欸 下去看一下 應該真的掉下去了 這應該就直接是無底洞了 對阿 不見了 啊就這樣不見了 還是說他是有時間 時效性啦 超過了時間就 就真的就沒了這樣子 啊有沒有這可能 就是那一種就是 召喚出來幾 幾分鐘 30秒內沒有打死他自己會消失 應該是這樣子吧 算了 反正我覺得打不打死都沒差 因為我們都已經知道打死會拿到什麼材料了嘛 打死就會拿到那些機器人的材料啊 然後就做一做之後有沒有 就會變 就會 就會可以拿來使用這樣子啊 然後就沒什麼三小路用這樣子 好吧 那就這樣子吧 我覺得差不多就這樣玩完了 就今天差不多都已經結束了 哎呀 這個終身帶的模組內容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那以後會不會繼續拍終身帶模組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可能就會裝新的模組來玩吧 哎呀 老頭在工作房上面也找到一些不錯的終身帶 呃不是 老頭也在工作房上面找到一些不錯的模組啦 哦也是蠻不錯的感覺啦 到時候你可能裝別的模組來玩吧 好不好 那麼今天我覺得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的話可以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新的模組再見面啦 拜拜 reiben戶子 一集 ziemlich看天火 就看不下去了 ишresse 我們下一集